这是个能改变人一生的讲座 听过的人都受益匪浅 在这里人们只能说yes 不能说一句no 只要说yes机遇就会改变 大师发现讲座现场来了一个新人 脱掉鞋子急速跑到新人面前 他知道这个新人一点也不相信他 但来到这里的人一定都面临困境 大师一点出了新人的困境 工作不顺很久没有再生殖了 爱人因为自己无趣而离开了自己 生活没有热情平淡如水 新人目瞪口呆 因为这正是他所遇上的麻烦 于是大师和他约定只要遇上可选择的事 一定要说yes 如果你破一 promise to yourself 如果你破一 promise to yourself things can get a little dicey what do you say Karl are you ready to make a covenant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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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gain yes yes say it again yes yes make me believe it yes yes yes